而林文渊这场记者会澄清了多少事情呢 有没有更多的疑点呢 对于这个元大一品院呢 这个他说呢 买的是VIP的优惠价 这很合理 不过房地产业者对林文渊 还有贬价买入一品院的说辞 则是认为疑点重重 林文渊说 建商卖房子有不同的价格 员工买也有85折的员工价 而元大一品院呢 在96年3月公开 每平开价100万到110万 把台北市中正区也推上了 每平百万元的水准 而去年房市高点的时候 元大一品院喊价 曾经飙到每平130万 但是随着房市景气直转直下 现在价格大约是回到了 每平80万到90多万元 那么房地产业者说 虽然预售案有各种价格 但是元大一品院是动辄上亿元的 高总价豪宅 平常人根本买不起啊 没有听说所谓的员工价 那么这一所谓的六折 给吴淑珍的价格 这是VIP的价格吗 这恐怕也很难证实